轟然巨響滾滾石快滑落 12号上湖宜蘭地牛翻身 让龟山岛的龟首大片岩壁崩落 附近海上赏金的民众看到这一幕 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 实际停进到这个龟山岛 这个龟首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 就在距离这个龟首正前方的地方 因为受到地震的崩塌影响的碗炉 是被人拿刀了往这个额头部分 这样子给它横刀切了下去 因此出现一个长长的裂痕 强震造成岩壁崩塌 落石不断掉落海面 画面令人看了触目惊心 而类似的状况在去年也曾经发生过 龟首首海口 这个龟山区就宛如穿上了 这个铁甲一般 但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里也就是所谓的 龟山岛正中央的地方 也是在身上所穿的铠甲的位置 但是被地震宛如一个重锤一样 往下一锤 所以导致整个后面的这土石 都偏偏的往下崩落 事实上从921地震开始 每次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 龟山岛的山壁 都会发生崩落的状况 因为龟山岛是由火山碎屑岩组成 土石松散容易松动 再加上抗风化能力不好 只要遇到地震或长时间下雨 就容易发生崩塌 事实上靠近龟山岛的 这所谓的龟尾 它事实上是一个 长达一公里左右的 一个所谓的沙洲 因为潮汐的影响之下 会把这个所谓的龟尾给淹没了 而且它有时候还会断成了两截 实地搭船到龟山岛附近 可以清楚看到崩塌后的景象 对比原本茂密的山头 现在的龟山岛 到处东突一块西突一块 地貌的变化 也让不少游客见证到 大自然的力量 记者宜兰 综合报导